大家好,我是Danny 我是阿玉 今天我們就來介紹我們的燈燈燈 一直以來我們都買了很多不同的燈 所以在這一集中 我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燈有什麼特別的 希望可以幫助你們選擇 你自己喜歡的燈 好美的日落 這一盞就是我們第一個買的DOD燈 為什麼我們會買它? 因為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DOD也是一個大品牌 DOD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重裝的 也挺有名的品牌 但我們又很想擁有它的產品 而這一盞燈就是DOD系列中 比較輕的器材 它有幾個光度 第一個就是白光 還有黃光 暗黃光 還有一個蠟燭 它關掉之後 會是一個螢光綠色的效果 不怕在黑暗中找不到它 它本身是用2A電池 如果你的電芯是可以充電式的話 你就可以用太陽能的模式去充電它 另外它上面也有一個夾子 方便你可以勾在天幕的繩子 就是這樣 其實它這個燈可以縮窄它 這樣摺起來就可以收納得好一點 最喜歡的模式就是它淡黃色的模式 是暗暗的氣氛的 那你呢? 我喜歡蠟燈 因為它好像 不是很多燈有這個模式 而且 就好像自然一點 有一個蠟燭在這個形 下一個入手的燈就是 Snow Peak的Mini Hotsuki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54g的重量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上面有一個磁石的粒粒 你可以貼在一些有磁力的地方 其實它是用3A的電 而且官方說它們可以用到100個小時 其實它的設計很低 而且你未必會找到它的開關在哪 如果第一次用的話 這個燈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按著開關的位置 就可以調校到這個燈的光暗了 另外它沒有電的時候 就會出紅色的燈 提醒你要換電池 Snow Peak這款燈 另外還有兩種顏色 除了灰色之外 還有泥黃色和啡色 另外還有一個大板 大板會有一條繩子 重量是165g 不包電池 不過你記得出發之前 就要檢查一下它有沒有電 因為這個燈是不能充電的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UCO蠟燭燈 它其實有181g 如果你說要畫輕 它就不算輕 但說漂亮的話 它就一定是 對 對 ICO很喜歡蠟燭 YES 蠟燭燈最好的好處就是 你不怕它沒有電 最重要是它有這個觸心就可以了 它每一枝的觸心都有9小時的燃燒時間 官方也出了3款觸心 分別是白色的Original的蠟燭 紫色的蠟燭 紫色的蠟燭 和黃色的蜜蠟燭 前陣子我們就試了紫色的蠟燭 可能因為天氣關係比較少蠟燭 所以也不太能試到它真實的功力 除了營燈之外 也要有頭燈 有時煮東西吃 或是出去洗碗的時候 我們也會拿回頭燈 這是Night Core 28g NU 它就是NU25的頭燈 其實很多玩輕裝的朋友 都會用到這個頭燈 因為它性價比高一點 大約$200多 它只有28g的重量 而且它可以充一次電 是用到160小時 360的流名也是讓我們選擇它的原因 另外要說28g 是不包含頭帶的重量 其實它本身的頭帶比較重 其實去Youtube搜尋NU25 就會有很多Youtuber介紹 如何改裝頭帶 它這個頭燈都有紅光 白光 以及不同的光度 我覺得它很好的 是因為它可以充電USB的電 所以你沒有燈 即是沒有電的時候 也可以用你的尿袋去幫助 登登 歡迎我們的新成員ML4 又買燈 留意不是我買 是你買 OK ML4之所以這麼出名 是因為它只有97毫米高度 還有它只有71g 一個這麼小的體積 但是有300流名 只需要一顆2A電 就可以讓它亮燈 官方就說它可以用到45小時 它的原廠電是可以充電的 所以你又不用準備這麼多電池 而且它關了燈之後 也是綠色螢光的 大家現在看到我們的ML4 是不是跟平常看的ML4不同呢 因為我們買了一個它的衣服 就是日本人自己3D印的一個罩 這個罩就叫軟提燈 用ML4的時候 它的強度很厲害 它最光的時候會殘得你的眼睛死了 所以我們就買回軟提燈 這樣就會有感覺 而且也挺漂亮的 有很多人用天幕的時候 可能會買一些光管 其實它這支很小的燈 已經可以有光管的光度 另外它上面的設計有個扣 也方便你扣在天幕的繩上 它除了ML4的話 還有另一個模特兒是ML6 我們覺得這個細枝的燈已經夠我們用了 因為有時候天幕也要用到燈 燈裡面也要用 所以其實有不同的燈也是需要的 這個是買燈的藉口 好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分享給朋友聽 想繼續留意DOW圈的朋友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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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按個讚 我們拍得很辛苦 哈哈哈哈 打散所有的燈 Yes